那么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对于岛内谋独分子 特别是其头目的这样一些挑衅的言行 释放一个非常强力的惩戒和示警的信号 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对方不要去误判大陆的 这样一个反毒促统的这方面的一个意志和一个决心 那么不要去有这样一些低估和误判 不要认为自己可以在两岸关系中去钻这样一些空子 或者说能够去所谓的试探大陆的底线 那么大陆的底线非常清楚 对于台独是零容忍 那么一定是会有一个强有力的这样一种反击反制直至消灭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实际上也是对于强力的反毒 特别也是包括一个在区域内反介入区域制止的一个能力的展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历次军演 实际上它对于我们的能力展示都是在不断的向前去推进 我们并不只是说一套打法在反复的去运用 而实际上每一次军演都会有很多新的亮点在这里边 那么我们实现了对台的这样一种不断的包围和逼近 那么实际上以及通过这种常态化的演训 不断的让这样一个包围圈逼近圈和突击的这样一个链条 那么可以在实操之中运用的更加的纯属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像岛内外的这样一些谋独的势力 或者说所谓挺毒的势力那么非常有效的一种能力和手段的展示